我们都知道张国荣在世的时候 他的粉丝数量是非常多的 可是他走后 还有很多人都在听他唱的歌曲 很多人是怎么形容他的 说他是一个善良平等博爱的人 很多优点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他就像是个男神一样 活在每个人的心目中 在很多人眼里 他就像是个温文如恶的样子 可是私底下的张国荣 其实是个调皮倒单的小男孩 张国荣的京剧师傅雪凋利 张国荣最喜欢的就是兰花指动作 说他只肩一身正好 指向了女性的敏感部位 张国荣开玩笑说 这一招叫做猴子托男 他除了会捉弄师傅之外 还有鼓子也被捉弄过 所以每次张国荣一摆弄这个姿势 女人都急忙得闪开来 张国荣和梅艳芳 他们是同一年去世的 他们之前有很平凡的交往 他们一起外出演出的时候 都是同吃同住的 很多人都是在想搞清楚 他们俩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就在张国荣出世那一天 梅艳芳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他的好朋友都担心 他会想不开做傻事 一直只要24小时在那里陪着他 梅艳芳说张国荣自杀的做法 实在是太愚蠢了 也只是因为两人曾经深爱过 所以会这么责备张国荣吧 张国荣最后一次登上舞台的时候 是在梅艳芳的舞台上 那个时候他们一起拥抱还亲吻 也仅此而已 他们的公司都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所以把他们称之为金童玉女 更是撮合他们两个人成为情侣 但是当时很多人还是挺难 接受两个著名的偶像一起谈恋爱的 所以他们的歌迷们 心里都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两个人是不可能成为恋人关系 他们在舞台上的种种亲密的动作 不过就是为了情侣的效果而已 都是逢唱作戏 可是他们也不单单只是逢唱作戏 里面有一些情感还是挺真诚的 例如他们有对手戏的时候 张国荣的眼神就好像真的已经爱上了梅艳芳一样 梅艳芳说这些眼神实在是太真实了 一点也不讲 有一次他们两人在一起喝酒 开了一个玩笑说 如果没有40岁没有嫁出去 那么他要求张国荣能够娶她 而张国荣去世的那一年刚好是张国荣40岁 如此可见他们之间的约定 这句话都成了一个凄美的爱情约定 他们两人一起演出的时候 他们会订两个打通的房间 他觉得这样的张国荣在梅艳芳旁边的问世睡着 自己会更加的安心 他们的感情还是很特别的 其实张国荣身边有很多女人 但是大部分都是成为了他的妹妹 在很多的舆论的压力之下 抑郁症的折磨 使得他不得不去辛苦地爱着梅艳芳 去世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约定也就成了泡影